波擦白红弯 欢迎来到这一期的 凉色带你玩转GoPro 相信大多数小伙伴 买了GoPro之后 主要用的是视频功能 但是GoPro有一个 非常非常棒的特点 大多数人都没有发觉 是什么 连拍 为什么 GoPro连拍怎么了 我告诉你 GoPro的连拍非常屌 看看GoPro的选项 一秒钟三张 一秒钟五张 一秒钟十张 最高达一秒钟三十张 一秒钟三十张 What the hell 在2017年年底的这个时间点上 有任何一台微单或者单反 能达到一秒钟拍三十张连拍吗 没有 索尼前几个月刚出的A9 最高也才一秒钟二十张 GoPro一秒钟三十张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有着这么棒的功能 你如果不用 哎呀 千百花了 尤其是定位运动相机的GoPro 那运动题材一秒钟三十张 真的太爽了 那我说的这么热闹 连拍到底怎么玩呢 你们见过没见过这种图片 在一个图片上 主体的运动轨迹都分布在这一张照片上 嗯 怎么做到的 是不是好多小伙伴都见过 但是不知道如何实现 好 这一期除了告诉你 GoPro连拍很牛以外 我还教你如何拍摄这种画面 想拍摄这种画面呢 你需要记住几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 GoPro在拍摄这组画面的时候 购完图之后 就要保证它纹丝不动 最好是架在三角架上面 第二点 如果你想让画面中的主体 每一个瞬间都清晰的话 快门速度一定要高 那鉴于GoPro在连拍模式下 没法调整快门速度 所以最好是在户外光线充足的情况下拍摄 除此以外呢 你还可以通过设置GoPro中 Protune的感光度 把它确定为一个比较高的状态 800或者1600 这样GoPro的快门速度自然而然就会提高 下面呢 我来模拟一下 GoPro拍摄这个题材时候的整个流程 我呢将用到这支笔在空中抛起 这个轨迹来制作一张这样的特殊照片 Let's go 我们将GoPro打开 调整到照片这一栏里的连拍功能 点击 这时候呢会出现速率和视野 我们的视野保证是宽的 调整一下速率 那我这个比甩到空中再落下来的过程呢 大概持续一到两秒 我选择两秒钟一共拍30张 这个速率就比较合适 OK 把它架好 我也需要调整好GoPro的角度 需要再痒一点点 好 那现在呢我在GoPro的画面里呢 扔这支笔 甩起来 使用GoPro来记录 甩笔的整个过程 你可以直接按GoPro的录制按钮 也可以通过手机来控制你的GoPro 因为GoPro按快门有延时呢 那所以我需要先按快门 之后紧接着再抛起笔 好拍摄完毕 正在还存 接下来就是把照片导入电脑 后期合成 那么开始吧 好打开SD卡 把刚才拍的图片呢 导入电脑 那我们来浏览一下刚才拍摄的画面 这是第一张 第二张 第三张 第四张 第五张 到这呢 整个抛笔的过程就结束了 大概有15张左右吧 65到79 这些照片是我想要的画面 好现在需要打开Photoshop 做这个效果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堆战 很多这个拍摄星轨的照片 就是由堆战的方法来合成的 那么今天拍摄的这个题材 也可以使用堆战 打开文件 脚本 选择将文件再入堆战 之后呢 浏览文件 这是刚才咱们找到的图片 那这些图片 是我想要的 选择打开 注意勾选 再入图层后 创建智能对象 一定要勾选这个哦 好 确定 那么PS 就会再入 刚才的这个十来张图片 再入完成之后呢 我们选择图层 智能对象 找到 堆战模式 在这么多模式里头 选择 最小值堆战 这时候电脑就会进行 堆战的运算 堆战运算完毕 这个图呢 和我们要得到的图呢 比较相近 但是有些问题 就是在于这个 除了运动主体以外呢 还有我的手 在画面里头 也有重叠的部分 包括左下角 这个比反弹的时候 都有重叠 那这个效果 显然不是我们 最理想的效果 那这个时候 我就来介绍第二个方法 手动的合成这张图片 好 那我们就关掉这张 堆战合成图片吧 重新创建一个 Photoshop文件 选择4000x3000像素 创建 打开我们的电脑 把想要合成的文件 直接拖入到后面 回车确认载入 等待载入完毕之后 我们找到图层这一栏 这里有十来个图层 每一层就是一个图片 那我们先来点一下 前面的小眼睛 来看一下整个拍摄的过程 到这 确定一下 我们到底要从哪张开始 笔还没有出手 那我不想要这张 68这张图片 底下这个三张就不要了 这张图片作为第一张 那么从这以上的图层呢 我就恢复他们的 这个状态 并且每一个图层 增加一个反向蒙版 那按住out键 再点一下图层蒙版 这边就会出现一个黑色的格子 这个工作稍微繁琐一点 需要把每一个都加上图层蒙版 依次加入 所有图层增加完 反向蒙版之后呢 我们选择最底下的这张 点击黑色的方块 选中这一层的反向蒙版 然后找到画笔工具 调整一下画笔大小 颜色呢选择白色 在这一张的上方 记忆中那个位置呢 按住左键来把这一张图出来 多处的部分呢 要去除 就按X键 把画笔颜色调整黑色 去除 这支笔还原完了之后 就点下一个图层的反向蒙版 照例呢 再用白色 把下一个红笔擦出来 在这 然后再下一张 这张图出来 有重叠的部分 那我就不要这张了 隔一张 在这 把它还原 然后再下一张 这有部分重叠 我也不想要了 那再隔一张 在这 然后再下一张 好 在这 再下一张 那之后这几张呢 画笔都重叠了 那我只要挑一张 图完 就可以了 OK 现在 就完成了全部的工作 这张图片 就是咱们想要的那种效果 运动主体 互相不重叠 不遮挡 捕捉到了整个主体运动的过程 而且是在一张图片上 yes 将这组画面呢 另存为一张图片 好了 那 这张 就是我们合成的图片 如果你拍到这张图片 可以马上 传到手机里 分享到朋友圈 给小伙伴们看 怎么样 酷炫不酷炫 更多的使用心得和实用技巧 会继续奉献给大家 请关注投币点收藏 那么 这期是两次带你玩的 狗咒 再见 y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